101非常的清楚 在空气品质上 北部地区是稍稍的减缓一点了 而过敏的朋友 不会再觉得这么不舒服了 但南部地区特别留意 空气品质还是很糟 而至于气象局 还是持续发布了低温特报 就是这18个县市 分别是台南 以北 以及宜兰 花莲 马祖 金门 都还是持续发布低温特报的 今天还是有机会 是低于10度以下 而至于温度的分布图 透过图表带你来看到 今天清晨最低温在哪里 就是在淡水地区是8.4度 不过现在太阳出来了 是逐渐回升到11.9度 但是台中的无期地区 是只有10.5度 就是因为受到 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因此今天的西半部地区 其实今天的清晨低温 都是比台北来得低 提醒了观众朋友 如果您是位在西半部地区 跟空旷地区的话 注意保暖再出门 而再来就是要看到 下一张图表了 很多人都很关心 这个到底雨会下到什么时候 特别是东部的朋友们 其实一个台湾 两个世界东部地区 雨是滴滴答答 但西半部地区 却是还蛮晴朗的 只是温度偏低 提醒东部地区的朋友们 今天出门还是带一把伞 而如果您今天是要前往 东半部地区 跟东北部地区的话 今天都还是会有 零星的短暂降雨 而再来就是到底天气 到底会冷到什么时候 很多人真的是冷到受不了了 再忍耐个两天 就要回温了 提醒观众朋友们 因为现在还是在 冷高压附近 台湾还是属于偏冷的 天气形态 今天寒流还是持续发微 而最后天气走势 交给观众一个提醒了 很多人都在想说 到底这个天气 会冷到什么时候 确切的时间在哪里 就是在礼拜三过后 因此再忍耐个两三天 就会开始天气变晴朗 到时候北部高温 大概是22度 南部到时候 高温会回升到26度 但是日夜温差就偏大了 正负时的这个日夜温差 提醒观众朋友 都还是要留意一下身体保健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